主料,油菜500克,主料,油渣50克,盐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油菜用水洗干净,或者可以用水泡泡,把菜干切小,菜叶摘干净,锅内置一点点油,放入了五花肉及小片,烈油,锅热,油炼得差不多,便可以旺火,下菜干,切翻炒,下菜叶,翻炒, 下盐和鸡精,继续翻炒至断生,这个时候丢水出来,烹饭技巧,一,炒菜一定要忘火,炒出来的菜才绿和爽口二,一定要最后裁下,可以保持菜的颜色精彩三,炒青菜不用下水,除非是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